尾場高班的泥地賽二班1200米 我的重心場次之一 有時高班泥地賽雖然說會爆一爆 或者難熟舞 但我今場反而應該會正路一點 1號的人者全心 今季大熟大勇 泥地又可以 草地又可以 當然泥地高一皮 前次就輕鬆地贏出 那一場挺固定的 要贏得 上場回去跑直路賽 都是輸給而已 fit馬而已 精彩而已 今季真的場上都可以 蔡明少一再拿著來操這隻高分馬 看看會不會之後真的有機會去外地跑 這些馬 今季逢出必博 泥地又高一皮 那打什麼到頂磅都不怕 133匹 六檔很快 50膽一定選這隻 2號的加州議長 近況應該要回落少許 沒有季初那段那麼頂 季初見他 都跟在宇龜來 中心勇士的硬撈 他本身有這樣的級數 都好一大段時間沒有跑過泥地 但是你看回這隻馬 早兩年 早兩年 三年 在香港第一次贏馬 正正在泥地贏 有這樣的筋底 又未叫回落得完 一隻馬 有這樣的能力 今場就放屎卓封上去 騎鏈今次也有交修 應該會有分頭的配角 可以扔一下 再選擇六號的好吉利 上場就過草地千四 那場又硬正 他不夠跑很正常 你可以當他試了貨草雜 你看回前次他已經步跑泥地 那場就反而不夠狀態 稍稍追一下 何宅堯 又輸三個多身位 不是太差的 熱身 那你再看回上季味 兩次跑這個路程 都是何宅堯 一次又輸過多身位 一次就贏馬 他是有這樣的泥地根據 今次巴道跑 省都動這些後勁馬 應該都有機會 分回三甲 再選擇這隻馬防 堅得不得了的七號 按過 雖然整天都好像摸頂摸頂 你看到他上場 又贏了一場 又有些分頭 那場跑得了 特分的三班 好了 今次升到上來 二班跑了 馬防 近季都出產這些馬 不停突破 剛剛有隻龍薯骨 在香港金杯都上來 即是不停令你跌眼鏡 即使這隻馬 就像這樣 七號的安哥 升到上來二班 我覺得他泥地性能出眾 有機會再爆一次都未定 這場我自己就會拿膽 一號的人者全心 拖著二號加州二獎 六號的浩吉利 和七號的安哥 一號